極光頭常見就是紅色、綠色跟藍色 紅色頭大約就是氫原子激發的 綠色是氧原子,藍色是氮原子 紫色是在極光很強的時候才會產生的 中國古代有極光紀錄在山海經裡面稱為紫龍蒸氣 中國古代稱極光叫紫龍蒸氣 像我們去挪威的時候,最多的是大陸人 他們是包整台飛機整台飛機的過來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他可以讓整台的七四七兩三百個人到湯首這個城市 整個都是大陸人 整個城市一個小島上全部都是幾乎都是大陸人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中國古代沙凱經有句名言 見紫龍蒸氣可得什麼? 龍子 見紫龍蒸氣可得龍子 所以說我就跟我老婆又去啊 就聽他們在講一下 所以他會生什麼? 兒子 真的,我們就生了兒子 真的,浩子 那這個東西呢,有沒有道理呢? 有機會你們比較大的時候,我們在社大陸就好好的講一下 為什麼可以生兒子 而不是生女兒 這是有近代醫學上的一些小技巧 但是良性平等嘛 原則是不能講的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子惠元裡面的話中間的話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做溝成 溝成剛剛我們講過的 溝成的話這個整個子惠元的秘密 大致上我以我自己研究它大概大致上大概就是秦漢時代的時候 那漢武帝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我們知道金屋長焦 這句稱語 金屋長焦是 這個焦,這個焦是指誰? 阿焦 對不對 是漢武帝呢,他讀統阿焦十年 可是阿焦不爭氣,十年都不幫他產小孩子 那怎麼辦? 你如果是媽媽,你兒子是皇帝 他跟他相處十年都不幫你生下子事 那會怎麼辦? 再找一個老婆 再找一個老婆 他也是獨寵了一個呢 所以說身為媽媽的,你還有什麼方法? 去抱一個 那我要讓你抱了 當皇帝出來就可以接當皇帝喔 他可是後宮有家裡有三千的 獨寵阿焦 獨寵那個 那怎麼辦? 所以呢 他的媽媽就定了一個規矩叫倫房子 以前皇帝呢 並不像我們說 今天晚上想去哪個杯子 房間裡面睡覺就去哪個房間喔 不像那個什麼大腸經一樣那樣子 韓國是這樣 可是中國不是喔 中國身為皇帝呢 今天晚上要去哪邊睡覺? 可是要抽籤的 那抽籤怎麼抽? 蛤? 蛤? 就有個官員拿著籤筒來 可是大家都說會作弊 所以說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拿勾子去勾 勾子勾 所以呢 勾成這個新官就是父神拿籤筒給皇帝去勾的 所以說勾成在道教上面也約有個勾成大帝 一個神明喔 叫勾成大帝 各位猜猜看他是拜什麼的? 拜什麼的? 拜生兒子的 在大陸有一個勾成大帝這個神明 專門在拜這個生兒子 好 那知道這麼多的子為新官大家有興趣大家再看 我們來講一個 我們生活當中最常跟子為新官有關的一個名詞 叫孫外六甲 各位常聽過這句話吧 孫外六甲 什麼時候會說? 懷孕 懷孕 好那我們知道懷孕如果生出來的小孩子 男生叫做什麼? 弄 弄什麼弄什麼? 女生叫弄 那我問六甲是哪? 懷男的懷女的 懷男的懷女的 贊成男的舉手 贊成女的舉手 答案是我們接下來去慢慢看 猜猜看 換個角度 如果你是媽媽 你希望懷什麼樣的小孩子? 懷什麼樣的小孩子? 健康的 還有呢? 健康慾望這麼小 還有呢? 聰明 聰明 還有呢? 你們希望 你知道嗎? 跟那個 幫年紀大一點的人講 小孩子的慾望 我們要講出來下一代 健康 有錢 有權 那時候你知道嗎? 陳聰明還沒當選總統 那時候第一屆民選的時候我講 最好是小孩子能做總統 講了兩次 兩次民選總統之後 大家覺得選總統也不知道 最好呢? 還有什麼? 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懷的是什麼? 有的是什麼? 懷的是希望是有權 還有呢? 在古代呢? 你希望懷的是什麼? 什麼樣的小孩子? 長的好看 長的好看 男生嗎? 還是女的? 蛤? 都不要好看 蛤? 還有呢? 你們希望懷的是 想一下十年之後 你們希望懷的是什麼樣的小孩子 蛤? 男生? 蛤? 什麼東西? 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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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也是不錯 好 當然還有 以後再講一個不孝順的故事給你們看 明暗 好 來 認真實的故事 好 還有呢? 你們希望懷的是什麼? 希望懷有什麼龍種 對不對? 有人會不會想要懷一個龍種 可是這是什麼樣的龍種比較好呢? 好 我們來知道 世上身懷六甲這個詞啊 是真的是有 它有特殊的毅力 這要話說 中國來講 中國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哪一個朝代有兩本詩? 唐朝 欸不錯 這可能真厲害 唐朝的話 奉為良 一般詩的話 我們都稱為四十嘛 通常是後面一個朝代寫 但是後面一個朝代的官員寫的話 通常在唐 唐的下一個朝代是宋朝 宋朝寫唐朝的時候寫寫 發覺 有一個人發覺寫得不好 重寫 那個叫什麼? 苦讀各位的 苦讀唐宋巴拉家裡面的歐陽修 還有重寫了一本《唐朝史》 也因為他寫了《唐朝史》之後 大家才知道很多唐朝的歷史 那最有名的就是 他裡面在《唐朝史》裡面寫到 我們都知道 那個《隋陽帝》叫做 《隋陽帝》是不是下江 下揚州 對不對 然後呢 李渊是不是在太原 對不對 先獨立嘛 所以在歐陽修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他把李渊在太原稱帝的這件事 叫什麼? 用串位的串 他叫串隨 用串隨 好 李渊好不容易從左洋帝的手中串隨之後 當了皇帝 他捏號叫什麼? 好 這個呢 講過了 叫什麼? 喔 四上六甲是在裡面的一個 好 六甲是哪一個呢? 武德 好 看不到 叫武德 所以要念好不容易呢 誒 沒有 李渊好不容易得到了皇帝之後呢 站在第七年的時候 他的青天劍 叫父義 會夜觀星象 有天跑到一個李渊桌 誒李渊李渊 我告訴你 李渊 你知道嗎 青天劍晚上可以去叫皇帝起床的人 知道嗎 一般大臣可不可以叫皇帝起床 早死 對 只有青天劍可以 他告訴他 我今天夜觀星象發現到 誒 六甲在這邊出了一顆星星 你如果是李渊你聽到這個 這個 這句話 而且青天劍 在你睡覺的時候把他刮起來 你會怎麼樣 拖出去 斬了 是不是 還是怎樣 蛤 怎麼樣 你會怎麼問他 是不是 有什麼 有什麼 天有意象 你才三星八月叫我呢 對不對 好 可是根據呢 我們古代的天文書裡面 只要天文裡面 克星入子為 哦 克 入子為 我家就是有大便 也就是什麼意思 誒 李渊好不容易 創位得到唐昌宗 接下去 將有什麼 又要再次改善換代 可是你們如果是青天劍 富裕你可以敢說唐 李渊我告訴你 你即將要被人家創位了 會這樣說嗎 不會對不對 你知道青天劍怎麼回答 你如果是那個 富裕 的青天劍 你會怎麼回答 蛤 你會怎麼回答 來來這位帥哥 我知道你很會講 沒有啊 我都沒事沒事 騙我 沒事沒事 可是天有意象 你怎麼可以知道 不承暴呢 來來 你們覺得富裕會怎麼講 誒 學一學青天劍 青天劍講不好 可是會拖出去展 有沒有看那個 曾環傳那個青天劍 不是拖出去展的 有沒有 有沒有仔細看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 曾環他們家族 是不是那個 就最後把他拖出去展 好 那他怎麼回答呢 哦 他講六甲雛星 必有黃器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即將有一個 未來的君主出身 身為李渊的 你要怎麼做誒 聽到這句話 你要怎麼做 你 即將又有個皇帝出來了 繼續睡 找到出來 繼續睡覺 來什麼 來 你會怎麼說 把他找出來 然後呢 殺 殺掉 好對 當然隔天早朝 李渊從馬上的早朝之後 叫五五百官 告訴你 昨天故意告訴我說 六甲初心 必有黃即將有一個人出來 創位 各位希望繼續國家動盪嗎 那大家說 國五百官當然說不希望 所以 我們應該把這個人 把他 刪除了 好 那各位如果你是靈命的五官出去 你會殺男的 還是殺你的 殺男的 殺男的 對嘛 去 殺完了之後 回來報備 你知道李渊是一個多猜 猜幾的 他就問青天堅富裕 到底有沒有把這個 黃氣 這個 這個 這個六甲星 把他殺掉 你知道 這個青天堅富裕 就回答說 怎麼樣 待我夜觀星象 明天告訴你 然後夜觀星象 不過星星還是在 可以這樣 要怎麼跟他講呢 黃氣善在 黃氣善在 蛤 黃氣善在 還在 黃氣善在 那裡那個武將 五官哥被殺了 天機不可洩漏 知道好不好 好 好 那所以說這個人是誰 各位知不知道 六甲這個人是誰 猜猜看誰 這個六甲是哪一個人 猜猜看是哪一個 猜猜看是哪一個 但是 好 答案是誰 武則天 武則天 武則天是在 武則七年出生的 他好不好 各位知不知道 武則天好不好 有好有壞 有好有壞 但對老百姓來講的話 你如果各位好好去看 歐陽修寫的 武則天 跟 舊堂書寫的武則天 你看歐陽修寫的武則天 就把它寫得很好 第一個 七年不繳稅 七年不向老百姓收稅 不會由電商長 不會那個 欸 反正 長了以後 九零就會了 這個 真的 武則天在治理國家是真的很有壞 尤其他不對的名字都七年的稅庫 尤其我們在跟那些比較年長的人講 他們每個人都會笑 會覺得這個是好皇帝 好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常聽到的 天理這個名詞 我剛剛聽到的天理 天理南隆 天理布隆 或者天理何在 天理是什麼東西 天理什麼 想說就學到過這個詞啊 天理是什麼 天理老師叫你成語背起來就是背起來嘛 寫錯字呢就算你錯 對不對 那道理是天理是什麼東西 天理事實上呢 你不覺得它是名詞還是動詞 你覺得它是名詞還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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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名詞 啊什麼名詞 時間名詞 這什麼樣的名詞 這什麼樣的名詞 人名 人 人 難容 人 不容 也不對啊 還有什麼名詞 我們名詞有幾種 英文不是學到很多名詞嗎 時間名詞 還有什麼名詞 好 跟各位講一下 它答案是什麼 天理事是什麼 天理事實上是一個新官名稱 是一個新官名稱 它再來什麼 欸 北斗七星裡面叫做天理 啊這個天理是做什麼用呢 它是關皇清貴族的時候 關皇清貴族的時候 欸 像之前的有個行政院 新官名秘書長 他賭了很多 賭了很多錢 可是他都沒有受到很有法律的制裁 這時候大家會覺得什麼 天理何在 對不對 好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呢 最近的天理到底 在不在 覺得現在當今至上 天理在不在 那各位看一下我派的星空 有沒有看到 這是北斗七星 理論上天理應該是在這裡面對不對 有看到星星嗎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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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星點嗎 有嗎 我根本沒有 根本不在嘛 對不對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講太威元 好 太威元主要跟風水有關 風水有關 那各位以後租的社會 最常會跟各位講就是 各位的上班啊 座位啊 第一件事 去應徵工作第一件事 就是要面對 主長 口事的人嘛 對不對 各位 那哪一個人做什麼位置 老闆做什麼位置 你如果說 猜錯了 有些人就對你笑啊 那到底這個人是不是 關鍵的人 你最好是眼睛 他 比如說 像我們單位常常會找人來口事 應徵工作嘛 然後就會有一排人 各位畢業後找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 應徵工作 好 就可以 這個是 好 這是你 好 那這些 上面的公司委員 哪些是主管 哪些是最大的 你不要對那個小小小 小螺螺在那邊笑半天啊 狀態好可愛啊 一定不會殺 關鍵決定 你 會不會入用是什麼 這個機關的什麼 最大的 請問最大的做什麼位置 來 12345 最大的做什麼位置 不要講最大的 最小的做哪個位置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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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最小的做哪個位置 來 以後你們 畢業大學畢業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找工作嘛 對不對 找工作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面試 面試 第一個 就要面對人家一群人 排排座 來贊成1 是最小的舉手 看看各位會不會入用 OK 1 2 3 4 5 5 5 是最小 好答案是 你們都不入不用 答案是哪個位最小 你們知不知道最小會坐什麼位置 沒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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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我喜歡 還有呢 這五個裡面誰最小 問題應該是 這五個裡面誰最小 這五個誰最小 這五個裡面誰最小 答案是誰 第三個啊 第三個是 長官他業務繁忙 他會坐在中間 應徵你嗎 除非你是 欸 某個上級 某個上級長官的親人 對不對 才會 哦 我來見你一下 或者是 欸 欸 上游廠商 像郭台銘他那個 小孩子 才會跟我坐著看一下 所以說 通常正對 你面前的通道是 最小 那最大會是 哪一個 最靠門那個 最靠門那個 好 一二三四五 如果門都 門在後面 我們講門在後面 好 應該門 門會在這邊 應該是門是在這邊 這邊是門 好 一般是門 門在這邊 這五個位置讓你坐 哪一個位置最大的 記得如果印真的 ch fellow hari 衍火要吵他 你要背對他 懂嗎 emb 對 贊成五的舉手 贊成一的舉手 好 пять 六 the 錄用 一的 下次再來 好 因wh 這個位置比較大 一排位置 這個位置最大的 好 可以嗎 好 好 τα發 跟各位講一樣 這是風水圈裡面 風水圈裡面後來就慢慢延伸出 我們裡面 各位會覺得這個東西不重要 事實上以後工作的時候 人生第一個應徵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這個 這在風水圈裡面會用到 我們在泰圍園慢慢發展出風水圈 泰圍園主要在哪裡呢 各位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座 我們知道 這是獅子座 獅子座 然後泰圍園的話就在這個地方 泰圍園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是侍女座 侍女座的歪 這是附近 好,西洋的話 西洋都不見,這線條都不見 泰圍園主要有這些新官名稱 那主要的話 一定要知道 上班第一件事要拜誰 大上來講大上有這個 上班裡面 除了要跟上級老闆打好關係之外 還有一個人你一定要跟他保持好關係 那個人叫什麼 這裡面哪一關 你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保持好關係 哪一個 假設這是老闆 這是他的左右的文武關 你覺得哪一個最重要的 你會跟他拜 保持好關係 這個東西後來衍生到我們各位 清明時節我們去普渡 我們會去拜拜祖先 我們第一個會拜誰 第一個是拜父母的舉手 說,蛤?你是不是先拜父母啊? 還是我沒有去過,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第一件事要先拜誰? 土地公馬 土地公馬 就是我們的厚圖 厚圖相關於這裡面的什麼位置? 哪一個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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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怎麼唸 你會的舉手 加分 我寫 看不到,對不起 我寫到這邊哪一 這個叫什麼 會的舉手 上網了你們才會不會 作弊也好 對 答案是業 好,相當於現在的什麼人? 辦公室裡面的什麼人? 秘書 秘書 錯 使人士 博士 公關 公關 不是 猜罪的加分 這是很重要 你以後要 有八節的人 要八節隊以後你才會 打手啊 書記 書記 不是 啊 你們都眼睛往上看 筷子 不是 手衛 答對了 沒錯 要八節的人就是手衛 為什麼呢? 老闆今天什麼時候要來誰知道 什麼時候要溜走 誰知道 他最清楚對不對 你在那邊畫的時候 老闆突然跑來的時候 他說 我告訴你 老闆回來了 還是 他門口第一個看到就是老闆回來了 所以說 八節是誰? 首位的人 懂嗎? 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第一個八節就是這個 八節長官 八節長官的話 他哪天 搬你不認人 你問死了 懂不懂? 可是八節警衛有什麼好處 那個壞個老闆 只要他突然突襲檢查 馬上通知我 把不該看的畫面趕快切掉 該看的影片把他關掉 對 再偷看的影片把他關掉 是不是就不會被發現 好 這個東西 好 後來慢慢發展 太陽原 後來發展為我們所謂的風水圈 風水圈 風水圈裡面講到最多的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後來風水裡面的厚度 好 幫我關燈一下 好 龍座名堂 這個業者是最重要 三 內平三愛 就是那個 好 好 那天事園呢 後來慢慢發展出來 就是 天事園大概在什麼地方呢 哇 這個沒有線條 真的是 好 這個地方 天事園大概就是這個區域 好 天事園 好 好 好 他像蛇夫佐 蛇夫佐 巨蛇 這邊是巨蛇 我這邊是巨蛇 然後這個蛇夫的地方 好 那像 好 下次有機會再補給你們那個圖 好 那事實上他前面的話 他包含了出 他主要是皇帝要視察業務 皇帝視察業務 他有四件事情一定要做一個叫灌鎖七公 女床跟天際 女床天際 我們剛剛講過那個 光 黃清貴族的那個監獄叫做天靈 那 光一半導百姓的東西叫做灌鎖 好 灌鎖 最後要去三間廟 一個中正 中正中人跟這三間廟 這三間廟 去宣達 好 那大家上來講就是這個 他到了地方去視察 要先瞭解這個地方的 治安好不好 所以呢 就是要先去問天際 這個 這邊發生多少命案 好 另外一個呢 這邊 到底生育好不好 生育好不好 縣長有沒有好好的獎勵地方百姓生育 人民官的監獄有沒有暴動 那七公呢 七公各位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官員 啊 司法 不是 哦 七公是秦始皇特令的一個官 我們有聽過三公九卿有沒有 公子 那了不起到三 但是他有個特給他 七公 那個就是秦始皇定法一 他有一個司法最大的官叫做七公 他可以 他的背景就是一定要有法一背景的人下去看 好 有以後有機會再好好講七公 就是法一的工作 好 那這個就是皇帝去視察業務的時候 會有這些 好 剩兩分鐘蛋了 二十八秀 好 二十八秀的話 東方昌龍的話 跨踏之上的位置是 在 這個地方 好 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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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好 底 底是這幾顆 底是天正座 房秀 房秀是天蠍座 心 尾 尾 尾秀像天蠍的尾巴 然後這是雞 這是雞 好 這是東方昌龍 好 好 那相當於現在的話 西洋的話 這是天蠍座 這是那個 人馬 然後這邊是天秤座 這是天秤座 這是士女座 好 用這個來看 這個比較好 這個 腳 腳 腳 抗 低 方 心 尾 肥 肌 好 有沒有看到 這次這樣 復樂 各位知道復樂在哪裡讀過 絕對讀過 我跟你講我講了很多次 他說這兩個字 而且大家小時候絕對背過 有沒有知道復樂哪裡讀過 國中課本 哪裡有 有沒有人會 第一題是 孟子 孟子 孟子的什麼 背下巴 復樂什麼 什麼交革 什麼 完全 他 他前面一句話大家很會背 天將將大樂於 是 畢先 然後呢 動心 忍一心 真意其所 互承 再來呢 意其求 復樂其版主 就是這個復樂 他發明了什麼東西 建築的這個版主 欸 你們都不背全文 啊 我也是不背啦 坦白講 我是看到的時候 該是背的啦 我跟你一樣 他在講 復樂復樂後來是發明了主版建築 城牆的方式 這個 好 可以嗎 這次皇帝的時候 看到這個人 之後呢 來開始 要視察 合體有沒有 好 不錯喔 好 這個是 好 那這是 再來就是百方玄武 百方玄武 就有魁心 好 這個以後再 以後再講 對對對 好以後再講 好 那今天講到先講到這邊 好 那北方玄武 下次再講 好不好 好 反正我今年會來幫你們上三次 好 我們先 那個錄影先關掉 好 那這個電燈都幫我打開來 好 那我們 好 好